浪杰五武功人气榜大洗牌 尚文杰守进前五 浪杰五已经接近尾声 虽然本季步伐有实力的姐姐加盟 可惜整季没有一个舞台大出圈 热读和讨论度不高在情理之中 本周六武功正片终于播完 与此同时第五季最后一次个人乘风值发布 和尚一轮相比 人气榜又上演了大洗牌 有的姐姐排名飙升 有的则下滑明显 前三名还是四公的老面孔 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陈浩宇连续两轮公演率队拿到总分第一 个人的人气也是持续看涨 登上第一的宝座谈不上是什么大冷门 七威的名次非常稳定 五场公演下来从未跌出过前三 无疑是浪杰五总冠军的头号热门 和解上一场拿到了第一 这一轮仍旧位居三甲之列 有望高位成团 陈立军和刘欣合作的东风破 拿下903的超高分 谁曾想两位仍旧无缘前三 分裂第四和第七 尚文杰此前的排名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因为他无论场内人气还是网路投票都名列前茅 本场其不仅拿到了直播赛的第一名 成峰值也首次击身前五之列 蔡文静后退两名到第六 一直稳居前七 似乎提前锁定了一个成团席位 圆亚维小将一位到第八 萨鼎鼎从第六退到了第九 张雨希则提升了三个名次 本季第一次冲进前十名 这一场他在山峰点火组发挥的确实可圈可点 再看一下中段班的姐姐 柳妍继续排在第十一名 万妮达拿了逆袭剧本 大幅上升了五名到十二名 苗苗在破风组表现得相当抢眼 特别是转头那一下寂静四座 排名进步升反降 郭碧婷的名次大起大落 四公刚回到第八 这回又跌到第十四名 巧一丝和尚 文杰合唱的生活倒影 收获不错的评价 排名却继续下跌 孙夏琳从十八名小升到十六名 以他的实力本应该有更高的名次 除了郭碧婷之外 排名暴跌的还有寒雪 从十二名下滑到十七名 成团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朱丹可以说拿出了整季以来最好的表现 排名升了三位到十八名 王林和杨锦华分居十九 二十一 止步于武功 其实两位走到现在 已经是极限了 姐姐谢金燕继续在二十名左右徘徊 最大的一难平当数正一可了 竟然被投到了二十二 如果不是团队获胜 他将被无情淘汰 浪姐舞扑了 不只是因为姐姐们咖位不够 或者跟歌手2024撞车被抢了风头 一来办了舞技 赛制和节目形态一成不变 观众早已审美疲劳 二来选歌 编曲 舞蹈确实不够好 没有大爆的舞台当然火不了 接下来只剩下最后一场总决赛了 到底哪些姐姐能够成团敬请期待吧 成凤2024刘欣和陈丽君演唱的东风破 值得903票吗 成凤2024第五次公演已经圆满结束 三个团全部表演完之后 陈浩宇团的姐姐的却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陈浩宇团是险胜 并没有比其他两个团高出多少 而且在整个第五次公演中 最让人意难平的是 万妮达和袁亚维演唱的问风票数 居然比刘欣和陈丽君的东风破票数低 明明问风的完成度更好啊 居然只有851票 刘欣和陈丽君演唱的东风破却有903票 说实话 刘欣和陈丽君演唱的东风破 值得903票吗 当时看节目的时候 很多弹幕说实至名归 但我感觉他们真的达不到903票的好成绩 尤其是与问风相比 相差了一大截 首先 乐剧成分太多了 东风破是一首传唱度比较高的歌 它的主旋律是很好听的 当时刘欣和陈丽君和音乐总监讨论的时候 音乐总监也是支持在歌曲中加入一些乐剧成分 但加入乐剧 并不是说要掩盖原来的主旋律 你单听刘欣和陈丽君演唱的东风破 还能听得出这是原来的那首歌吗 音乐总监的建议其实是对的 前面可以让陈丽君用乐剧发挥一下 到了高潮部分 就要唱主旋律了 但他们不听 还是坚持自己的唱法 音乐总监气得直接说 你们爱怎么的就怎么的 果然 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够好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的 完全把这首歌改编成了乐剧一样 其次 刘欣和陈丽君的契合度不高 陈丽君一开嗓 就能瞬间让人提起精神 因为这是陈丽君的舒适区 要想和陈丽君声音契合的话 刘欣的声音要更高才对 他前面几句的声音唱的实在是太低了 显得有气无力的 在小考的时候 老师其实就建议他要把声音突出一点 不然大家都听不见 可他们还是没有听取老师的建议 在舞台上还是按照小考的模式来 反正我是很难沉浸进去的 整首歌只看得到陈丽君的出彩 双人合唱舞台 要的是相辅相成的效果 但在这个舞台上 陈丽君各方面都很优秀 刘欣就像一个陪衬一样 导致整个舞台缺少合作感 感情也不够充沛 最后 和声部分有点乱 刘欣支持改编东风破 应该是想让陈丽君多发挥 让陈丽君在舞台上多唱乐剧 这样在舞台上也可以多宣传一下乐剧 这样的想法是没错的 但方式错了 乐剧要和流行音乐融合 可以稍作改动 加入一些乐剧的旋律 会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但要是把一首流行歌完全改成戏曲的风格 就会让这首歌变得似不像 刘欣和陈丽君的舞台装扮 可能要凸显出古今对话的感觉 但刘欣的装扮是到位了 气质没到位 刘欣的气场也完全压制不住陈丽君 尤其是两人唱和声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真正好的和声 是像万尼达、袁亚维那样 根据对方的强弱去调整自己的声音 但也不至于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和声 袁亚维给万尼达的和声能让人起鸡皮疙瘩 就像一只手托住了向上飞翔的万尼达 刘欣给陈丽君的和声就有点怪 总感觉她是在附和陈丽君一样 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实水准 乘风2024的舞台上 其实我一开始还挺喜欢刘欣的 她能做到帅而不由 舞蹈动作干脆利落 但第五次公演看完 我感觉她有时候也太过固执了 只要自己做了什么决定 就得让别人都听她的 连老师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所以才会让《东风破》的舞台没那么惊艳 你如何看待《乘风2024》第五次公演中 刘欣和陈丽君演唱的《东风破》呢 觉得这首歌改编的好听吗 从目前姐姐们的表现来看 齐威肯定是高位成团了 再就是和杰 陈浩宇 这三个人明显是节目组热捧的对象了 至于陈丽君 我感觉成团的可能性不大 她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也无法参加接下来的团宗 节目组利用完她的热度后 就把她淡化了 成为了别人的陪衬 其他镜头多的姐姐就是万依达 苗苗和张雨昕 这三个人成团的可能性也大 萨鼎鼎在节目中主打一个搞笑 可能为了节目效果 萨鼎鼎也能成团 外国姐姐中 郑妮可 孙夏琳也可能成团 就看成团的名额有多少了 芒果台的套路其实都差不多 你只要总结一下哪些姐姐的镜头多 就知道谁能成团了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柳妍 她其实是最有成团前置的一位姐姐 唱跳优秀 性格也好 无奈镜头少得可怜 有两位姐姐 我们有相当预船的